北京的閱兵室已經結束了 但央視和各地衛視從9月1號起進行的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宣傳展播週仍在持續 這幾天 一大批娛樂類節目暫停播出 以抗戰為主題的特別節目和電視劇等充斥著吟評 有美國學者說 在強調日本要正視歷史的同時 中共也應該正視自己的歷史 特別是見證後的歷史 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理國務卿的 施瑞福近期指出 中共在反覆要求日本不要抹殺歷史的時候 也要正視自己衣櫥裡藏著的骷髏 施瑞福最近在《外交官雜誌》撰文說 毫無疑問 大多數中國人 理應得到完整而準確的資料 關東軍都在戰爭中做了什麼 但是中共試圖讓我們相信 只有日本不願意面對過去 事實上 在扭曲 改寫或很多時候 為了政治目的抹殺歷史方面 中共是最惡劣的犯規者 施瑞福寫道 中共當局很熱衷討論1931年到1945年之間的歷史 但是卻不願意坦率討論1949年到現在的歷史 因為中共統治下悲慘的事實之一 就是中共專制造成更多中國人不必要的死亡 超過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死於外國侵略者之首的人數 建政以後中共進行了一系列的運動 鎮反 訴反 以後就是文化大革命 鎮壓 屠殺了包括餓死的農民 一共有幾千萬人 到現在沒有一個說法 中共還說自己做得對 還說自己是偉光正 根據《九評共產黨》一說幾述 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 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 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 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 形成一種條件反射 只要中共舉起屠刀 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 放棄一切判斷力 舉手投降 從某種意義上說 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 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另外施瑞福在文中還說 中共也掩蓋了日本在戰後的貢獻 如果中共的教科書公正地提到 日本最近幾十年 對中國發展的巨大貢獻 那人們對日本的感情 可能完全不同 中共跟日本建交的時候 當時很感謝日本侵華 這樣給了中共一個喘息的機會 否則中共就會被講義士消滅了 所以後來毛澤東就沒有要 日本的戰爭賠款 但是畢竟當時這個戰爭 給中國造成很多的創傷 所以後來日本就決定 給中國提供一些低息貸款 幫助中國去發展一些基礎設施建設 包括北京的首都機場 日本從1979年起 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 無償貸款也隨即展開 施瑞福說 到目前為止 日本共向中國提供了 約260億美元的貸款援助 和24億美元的無償援助 日本私營部門 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則更多 僅去年就有350億美元 另外日本還以派遣專家 和接收禁修生等方式 向中國提供了技術援助 但這些歷史在中國國內 並不廣為人知 時事評論家張天亮博士指出 儘管低息貸款也彌補不了 戰爭對中國的傷害 但和日本一樣 蘇聯也在二戰期間 給中國造成了傷害 但這段歷史在閱兵之際 也遭到掩蓋 施瑞福說 中共長期以來隱瞞歷史 讓自己觸境尷尬 披露歷史真相 會令他們遭遇質疑 但是正是歷史 符合中共的長期利益 對中共建政66年的歷史 民間也應該多做一些反思和了解 其實它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 遠遠超過日本對中國的傷害 從屠殺的人口上 包括對中國環境的破壞 文化的破壞 這個都遠遠不是日本侵華能夠相比的 張天亮博士指出 正是中共歷史對中國老百姓才更重要 在反思法西斯罪惡時 應該看到中共的罪惡 遠遠超出法西斯